现在陈建仁已经在跟赖清德暗中较近 所以我们可以说 萧美琴回不回来 应该会跟赖蔡子之间的关系有所关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花 我最近在疑惑一件事情 我疑惑的是说 当赖清德选择的副手叫郑力军 突然宣布他不会跟赖清德搭配后 那整个民进党大概就是倾向于谁 倾向于驻美代表萧美琴 驻美代表萧美琴 按理说台湾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征询 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所谓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我这个时候我要准备 换驻美代表 由萧美琴返台 我派驻的人选是谁 我派驻的人选究竟是谁 要征询国务院的同意 或者是征询国务院的意思 这个时候我把萧美琴调回台湾 然后由另外一个人出任 所谓的驻美代表 国务院你认为合不合适 这个时候就要启动相关的作业 因为我们可以说台湾是对于三个地方 台湾是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欧盟 这三个都是要经过 好 相当审慎的程序以后 命令才会发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萧美琴还是安然不动 那你赖清德的爱将 郑立军说 他不会成为赖清德的副手 这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一直想要探讨 萧美琴究竟什么时候 可以卸任回台 然后帮赖清德一把 因为萧美琴的回台 他代表了四件事情 第一个 他一定会精准传达美国的讯息 希望赖清德在美中台三边关系 两岸政策方面 你什么可以说 你什么不能说 这个会美国传达的会 非常非常的精确 因为美国的态度跟立场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是不支持台独 鼓励两岸对话 然后美国有美国的红线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红线 应该美国告诉萧美琴 已经告诉的 已经是相当清楚 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各位去看 当拜登讲 适度保卫台湾的时候 布林肯他还是说 一法三公报 六项保证 一中政策不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萧美琴回到台湾 一定会转达 那第二个 就是说在赖清德情势低迷之下 萧美琴的回台 会不会拉抬赖清德的身世 这个是至关重要 那你尤其是说 一个密度案 风暴发生以后 还有未要新闻 是个乌龙案件以后 导致了赖清德的情势低迷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 来帮他打一记强心针 这个人就叫萧美琴 那第三个 就是说民进党内部 一直认为萧美琴 可能会拿到很多的年轻选票 当然了我不知道 他理论的根基 何在他至少说 我青年选票 我手投足的77万的 手投足的青年选票当中 不能够全部被柯文哲拿走 那萧美琴在这一方面 可以说 可以说能够帮赖清德不少忙 这就是第四个 萧美琴是蔡英文的闺蜜 那现在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的 很多的沟通的事情 我知道并不顺畅 这个中间会不会透过萧美琴 我们可以说 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的很多事情 我是感觉到 山雨欲来丰满楼 为什么讲山雨欲来丰满楼 两个人一个礼拜见个一次面 我现在跟真 有人告诉我 他们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见过面 有人跟我讲 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两个礼拜没有见过面 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各位就可以知道 小英之友会办了一个百工百业的造势大会 过去只要小英之友会办 蔡英文都会拉着 拉着陈时松出席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觉 有小英之友会办的百工百业造势大会 第一个蔡英文居然没有参加 第二个赖清德缺席 这个书明了什么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赖清德的民调低落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蔡英文的系统并未动起来 然后蔡英文显然是对赖清德 是持保留的立场 最著名的就是百工百业 严志发 他搞的百工百业造势大会 这种造势大会 过去在2022年 蔡英文会带着 所谓的陈时中去出席 况且推荐陈时中 没有想到这次在办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觉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没有去 赖清德缺席 这个就说明了 这个中间很多的问题 蔡英文也好跟赖清德也好 他们也到了 快要到了王不见王的地步 那萧美琴这次回来 如果顺利的话 他应该八九月间就要回到台湾 那现在都已经要到七月 而且他在驻美代表任内 他还是不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萧美琴什么时候回来 跟赖清德的选情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当蔡英文 安然不动 萧美琴也安然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看蔡 看赖清德跟无头苍蝇一样 天天被很多事件折磨 那这些事件举一个例子 赖清德说补助失效2.5万 可是 陈建仁宣布 3.5万陈建仁加码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陈建仁听谁的 听蔡英文的 赖清德讲 2.5万新台币 差不多每一年增加200亿 那现在呢 他说3.5万 我就给你增加300亿 就是换句话说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陈建仁已经在跟赖清德 暗中较近 所以我们可以说 萧美琴回不回来 应该会跟赖蔡之间的关系 有所关联